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19日 星期六 這節繼續和大家講香港的時事 繼續圍繞著 香港警察 搜查《壹傳媒》 亦希望大家認清一件事 不是一個 壹傳媒自己的一件事 而是全香港人的事 原因是他現在是對付壹傳媒 不是為了對付壹傳媒那麼簡單 目的 是要對付全香港反對的人 而壹傳媒就是作為 現在在香港就是最大的 反對派媒體 當然這個就是香港的最大反對派媒體 實際上反對派媒體不只是在香港 包括我們這些 網媒 有大量的網媒 還有網台 海外的聲音 海外的報導 他就沒有辦法對付 所以我們也是那句 一講再講 不厭其煩也要講 麻煩你 真的想辦法撤退海外 我們不想再有資產 被港共和中共充公 上節忘記了說 今節補回 請大家繼續收聽之前 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兩個頻道的節目 星期二得道和星期二日報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繼續開Google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剛才所說的兩個頻道 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星期二得道 請大家努力點欣賞廣告 幫我們點擊 盡量點擊 打壓 唯有再點擊多一點 再用無限loop大法 打開節目清單 我現在每天都做了 索性打開電視 播放YouTube 播放星期二得道 由朝到晚 真的是無限loop大法來的 電視有時會問你 有沒有人在 要按鍵才可以繼續 所以每隔幾個小時就過去按按鈕 這節繼續要說 事源香港警察和國安搜查 壹傳媒的時候 竟然有小插曲 又或者叫做小動作 事源有記者踢爆 有警察 搜查完壹傳媒大樓 足足調查了五個小時 帶走了大量的物品 帶走了最少38部 他們的同事 新聞工作者的電腦 也帶走了大量的新聞資料 然後就有員工發言 在他們的辦公大樓裏面 原本就放著一本 在吳顯眼的位置 放著一本書 那本書是之前的總編輯 叫做鄭明日 那本書叫做《論堪時期》 《香港報業與漢奸》 記者發現這本書竟然 被警察 放在桌面 最顯眼的位置 記者感覺 這是警察 一些無知的警察 想給傳媒工作者聽 警察 警察 我們早就說了 其實不是很聰明 甚至乎是很愚蠢 犯上了幾個大錯 我們最近最喜歡揭露這個 建制錯誤 包括林鄭的錯誤 刁拔繼續提醒我 她說要補多一刀 要繼續劈林鄭 所以先插開說兩分鐘 林鄭早前出席論壇 還是一個論壇 學術交流研討會 學術交流研討會 你預備也不預備 就去大放缺詞 一說話就錯了 盛讚中共 說中共是這個 最長壽 的共產黨執政黨 立即就已經被我踢爆了 資料完全錯誤 刁拔也忍不住 又要動他 原來還有一個國家 比中國共產黨的管治更加長壽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老朋友 北韓 北韓傳名叫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真的不好意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日子 是1949年 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 的成立日期是1948年 換句話說 足足早你一年那麼多 到現在北韓也沒有倒台 林鄭月娥真的不好意思 所以說你真的錯到離譜 北韓在你旁邊 你不了解越南也情有可原 北韓在中國 北韓在你最愛的國家 旁邊是黏著的 黏著的 北韓 重要的盟友 越南也不算啦 跟中國大陸不太好朋友 北韓是你老朋友來的 人家長壽過你 人家的管治 共產黨來的 人家也是 你又不知道 還是這次又不算呢 如果你說不算 北韓是 社會主義國家這件事就糟糕了 這個 將國家一直以來的政策 全盤推翻 這條罪名重大罪 如果不是要打韓戰 抗美援朝呢 原來你想推翻 原來你想說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 不是自己人來的 所以說 這班人很好笑 一愛國就是這樣 學人舔共 學人舔共 也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也不要緊 請你查一下資料 書又不讀 又說自己能讀書 書又不讀 那麼簡單資料也找不到 真的好笑 所以你說這個港共政府 警察做的事情更加好笑 警察走去擺本 淪陷時期香港報業和漢奸的書 就是搞小動作 要告訴壹傳媒記者 想說別人是漢奸 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想告訴你 那本書裏面說的東西 正正 就是相反了 整本淪陷時期的香港報業和漢奸 說的是當年的華僑日報 華僑日報 正正就是在淪陷的時候 在香港淪陷 在日軍的控制之下 日軍的威脅之下 被迫 要成為他的宣傳機器 迫於無奈 華僑日報的做法到最後就是在編輯 的方法裏面 就是隱藏著反日的訊息 再到了戰後之後 國民政府就把華僑日報定性為漢奸部 原因就是在日治的淪陷時期 就是幫日軍做宣傳的工作 所以其實 到最後 華僑日報就是用了很多理據 拿了很多資料出來 證實自己不是漢奸 當時就是迫於無奈 因為日本的軍政府控制著香港 所以他就是拿了很多例子出來 證明自己 不是狡辯 當時 真的在 報道裏面 吻含著大量反日的訊息 所以 如果你放這本書 去 嘲弄《蘋果日報》《壹傳媒》的記者 以及整份報紙 不好意思 正正就是告訴你 這本書正在罵的人就是你們 現在你們就是在淪陷的時期 佔領的時期 逼香港的媒體 要附和你 說一些適合你聽的話 最好笑的地方就是 你用這本書 去串人 其實實際上 你在嘲諷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世界有時最可怕的就叫做無知 另一種更可怕的當然就叫做無恥 他們又無知又無恥 當然我們就不會同意說 這樣就叫做漢奸 首先漢奸 我們已經在這個節目 講了很多次 經常 都有腦屈 抹黑 以及出錯的成分 甚至乎大量根本不是漢人的人 都被屈成 就是漢奸 包括很多人 包括末代皇帝 普怡 也做漢奸 一個根本不是漢人的人 都被屈成漢奸 所以你說多好笑 還有川島方子 人家是日本人 為甚麼又可以變成漢奸 說得是漢就一定要是漢人 說通敵賣國 勾結外國勢力 有誰能及得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 勾結列寧 勾結 史太林 那些斷古不是漢人了吧 你有沒有搞錯呀 勾結普京 整個中國政府 整天想認人做契哥 叫人幫忙 普京是漢人嗎 所以你說說這些說話有多不知所為 一帶一路勾結 非洲國家 那些又不是漢人了吧 所以說這個世界 最可怕的就是 這班又無知又愚蠢 又學人 走去嘲弄別人 嘲弄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 其中一個重要的任務 就是繼續揭露真相 揭穿他們的謊言 這個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我們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